龙少华自爆龙肿在外至少两个 走到哪里阿布 因为你演阿布实在太传神了 阿布明天将播出大结局最高有限平均收视冲到3.21 他出席接党的新戏珍珠人生记者会送女主角珍珠项链象征接棒 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个成功的阿布 与珍珠里演阿公的龙少华女儿都18岁了 你以为18岁可以交男朋友 我说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我说女生我不要带 你别想拿回家给我带 你都不担心 会担心 有一次男生传简讯给她 她妈妈看到后两个吵架 她怎么那么笨 要跟爸爸学 女生传简讯来马上删掉 但她自己其实很开放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该做她就要做了 留那么久该怎么办 因为你要做一次 是因为你以前很早就做了 差不多国校四年级 是初恋 但是自己身体上的问题需要 要自己解决 第一次好像是当兵的时候才 那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也送送酒家 酒家我很喜欢去 不要勾引我 才说完她又继续自爆 年轻时的荒唐史 比如说做完了以后 比如说几次完了以后 龙先生告诉你 我要移民到哪里 谢谢 谢谢你的种 有一次还有一个女生 从美国回来 她说要健康检查 我会不会又想太多 健康检查回来 就跟我约见面 她吃饭当中 就拿出一张照片出来 一个男生 小男生 你看看 你看看 跟人家 跟人家 我不晓得她是真的假的 她事隔这么多年 小孩都那么大 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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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女生 做到一半问 比如说今天 建美中男人 我叫什么名字 欸 欸 欸 沒有啦 你怎么会 出去外 是喔够了 蘋果欲望 我没有一夜情 不用转过来 报导